大家午安囉 午安 謝謝大家的參議 他說我們上面寫的 全國總公園 讓競爭力 跨有一個要力 以下的這個執行力 變成一個實力 到底一共的是什麼 我想在這個地方 也 藉這個機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用企業界來看 企業的組成大概有分成三塊 第一塊大概就是建設層 大概就是副總經理以上 中間這一塊就是管理層 就是經理、副理這個部分 對底下的這一塊 就是所謂叫做作業層 我們想說 腰力這一段的話 一個是頭部、一個是腰、一個是腳 那腰這一塊呢 是很重要的一塊 就是上面結射完了以外 中間管理層呢 必須要把上面結射的這個東西 劃成可行的東西 劃成可行的東西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就是SOP 就是我們的作業標準 作業標準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些專業 這些專業的老師不夠的時候 你寫出來後面 叫人家去執行 按照案等操控的 事實上 最後 會達不到你想要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當初 這個意思 有這樣的一個意思在裡面 所以今天 EGFA 我們為什麼找這個議題呢 EGFA就是說 上面可能講 好,現在EGFA來了 到底你們中間這裡要怎麼處理呢 因為你對這東西 講是不了解的話 事實上無所事所 所以我們的企業 重要的是說 怎麼樣把這樣的一個 決策呢 能夠化成一個執行力 讓我們底下的人 很清楚知道說 要不然我要怎麼調整 我的三額會受到 對一種的衝擊 還要怎麼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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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到 這個衝擊的時候 你欠什麼 我想這些 大概就說 我們今天 提出這個議題 最主要的問題 是在怎麼樣 因為我們都是專業經理人 事實上 專業經理人 也是負責 執行人的顧問 雖然上面給你一個指示 但是你中間 怎麼樣把它轉化成 最後的這個指示 我想今天呢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就在這個地方 我想待會幾位專家 的話 呃 有一個 有一個 這個這個 請求 啦 那個邪術的問題呢 可以講少一點 食物的問題 講多一點 讓我們在座的各位專業經理人 很清楚的知道 你講的是什麼 包括說我們上面 兩位產業界的人 比如說 像他的公司這樣子 你到底要怎麼 怎麼調查 站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政府的立場 怎麼來去做 站在 協 協理的立場 應該怎麼 我想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今天 這個 最主要的目的 就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今天呢 我想大家到 這個地方來 來參與 不正的這個 這個研討會 我希望大家 有收穫 好 就在這個地方來 祝大家身體健康 發自如意 謝謝 好 謝謝 各位市長 還有今天 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午安 首先我要代表我們 新店 按月 謝謝ETM給我們 這樣一個 出事提升 展露頭角的機會 我們是一個呢 剛剛 誕生不到一年的樂團 我們這個樂團呢 從今年的 元月一號 在台北新文化局 登記立案 到12月31號 才要滿一歲 可是呢 我們長得很快 我們已經呢 有過三 連今天有過三次的演出 第一次在中餐堂 第二次呢 馬上就跟國際接軌 就跟德國 Stugard 音樂學院 在新莊 有一個合作的演出 那第三次呢 我們呢 有機會 到ETM的 各位貴賓的面前 來表演 這是我們的榮幸 那我們樂團 只有一個鐘子 喜歡音樂 就歡迎你來 歡迎你來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樂團的成員 我們說從七歲到七十歲 你都可以來 只要你喜歡 只要你覺得說 到這邊來玩音樂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 我們隨時歡迎你 隨時歡迎你 所以剛剛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約運舉的時候 我們裡面好像有 不到十歲 差不多啦 我女兒也在裡面 我女兒是十一歲 她是負責打擊的 負責打擊的 她們每天玩 她們在一起演奏的時候 都是很高興 很快樂的一個時刻 其實 我們大家 工商業社會 都很忙啊 不管是 自己的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都很忙碌 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能夠呢 除了工作跟生活之外 有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這個空間呢 我很感謝 我們愛樂的夥伴 大家一起來 把這個夢來圓 把它圓出來 我們更希望說 我們今天愛樂 未來的路喔 能夠得到各位啊 繼續的支持和鼓勵 讓我們路呢 越走越長 越走越快 越走呢 越能夠走出一條 康莊大道 今天 謝謝大家 給我們的支持愛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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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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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企業主 也希望能夠來任揚協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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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好 我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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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